大家我是豹君 一个长有三只眼睛的僧人妹子 用金锅说服了一只摇窝 并带领他一路长腰浮过 一动前往天竺取决 一部接近了西游记的日本奇葩影片 真有机 话说我在日本的一个小村庄里 一对老年夫妻刚忙完农活 休息的时候 突然又有一种生完的冲动 七老八十的 能不能生完那就不知道了 但绝对是比高岭 还要高好几个层次 也就是所谓的老岭 一生老人们的多玩按交融之下 两日瞬间神情早都不玩 扑倒在一起 不远处突然打雷闪电 进出了一个坑 坑了一个小银行正在哭爹喊娘 这下好了 两人不用说老林爸妈了 捡了一个免费的宝贝儿子 老孙 只是这小家伙看起来并非三类 有一种天生的放壁神经的 凡是被抽屁寻过的地方 无论人处狭陷 都是生不如死 刚好有女生的堂姐路过此地 决定出手帮她们 说服这个妖怪 老孙这家伙果然并非三类 罗刹一样的尊重 身高九尺 一说话就可以将人喷到扑干 鼻子敏感到 可以闻到出家人的味道 堂姐打开天眼 亮出震惊声 大气都还没喘一口 就被老孙一口气喷到上 堂姐无奈主要说出炼金咒语 没啥乱用 同样一招姐妹篇咒语 还是没啥乱用 老孙曾经放出大招 臭屁神功 让堂姐尝到了 淡气到底是什么滋味 出家人普度众生 对付妖怪绝不能手软 堂姐个话里胡哨的挥转使法术 将老孙压在地下 奈何老孙的腰法太过于强大 五指三根本压不住啊 堂姐立马放出曹大哥的佛珠 封印了起来 这才将老孙逼回了人形 又一个金箍配合助娱 收服了他 于是老孙成了堂姐天主路上的一个随从 半路上两只路过一个小车 堂姐利用自己的法术行善机的 治好了一大半有胡处病的人 还以保险老孙这本人全程通缉 反正闲着也是没事做 老孙自爆性别 说自己就是传说中的老孙本人 只是已经化成人形的他 根本就没人相信 本着宁可措杀异成的处事态度 正人纷纷抄起家伙 干了起来 老孙只是随便耍出异成功力 就完胜了这一场 毫无看见的肉搏大战 而出现悬赏老孙的人 是一个自身翘容调主的家伙 朱格 朱格平时生在城里百姓的追捕 得知堂姐最近的人气很猛 分流了大陪的百姓粉丝 派出暑假全去暗杀的过程中 却不了一眼迷上了堂姐 一见钟情 爱情的酸臭味 就像螺丝粉一样 一旦喜欢上的 就会停不下来 朱格得知老孙的真实人形之后 派出一个传言为分的家伙 送了一副战书给他 因为他在城上决一死战 没想到来得太早了 刚成了一个酒鬼大爷 大爷来到罪权 说难得是有模有样 双方大家的没有三百个回合 朱格还在山山来吃 这种坐在一旁 动他没打完再重手 好不容易等到两人打完 朱格终于闪亮登场 亮出猪鼻子 却被老孙一顿嘲笑 长得对不起关注 敢放出大招想大干一场 老孙直接一拳 结束了这一场 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决斗 朱格向堂姐表白爱意 却被无情地拒绝 出家人家觉得是六根情境 以普通众生为极人 而你私情什么的 就站起丢一边吧 得知老孙这堂姐一路上的水丑 朱格很是羡慕嫉妒恨 请来几个鬼佬雇佣 半楼上劫杀老神 灭解到强炮火力攻击之下 师徒两人只好举白袭投降 堂姐念经之虫上导 开启了化劳模式 打算用爱的力量赶化他们 朱格的女助手 早就不赏堂姐很久 降到腿出三角左右的每个部位 都骂了个遍 接口机的堂姐当场就暴走 这下大事件了 助手直接一把火箭等过去 堂姐一个瞬移完美避开 再一两串无厘头的法术 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还没 容易用力过磨 堂姐很快就瞧掉了法力 意外被周术射了一枪 无奈之下 堂姐拿到老孙头上的金箍 放他一个人生活 老孙也算是有点情依 留下了硬杆这些家伙 随便一刀就像大便的机枪 变成玩具 再找臭屁神科 对方直接上天到了外太空 又一阵打雷闪电 掉到那对老夫妻的田地 又白见了好几个免费儿子 祖国又抢鞋使堂姐 结果因为太喜欢堂姐了 主动弃枪逃领 最后老孙重新带上金箍 陪同堂姐 再次带上了天主取君之路 全篇结束 看完后 我就想说 影片改变着日本同名漫画 人物绝丧和集群 借用了西游戒的部分内容 全篇从这屎尿批二稿 和无厘头搞笑 比我之前介绍的喊片 花游记 含药论稿 这样的片子 娱乐一笑就够了